宣读台湾民政府的主张及立场 1.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依据国际法理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 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 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 2.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 3.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不使用暴力或武力 促使各种方法使流亡中华民国 结束在台湾占领 4.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对中国殖民政权 流亡中华民国政府 推动事务 不合作也不配合 全题请坐下 这堂课有温成智讲师为我们讲课 请大家鼓掌欢迎 各位台湾民政府法理学院 严习领的同心学员 大家晚安大家好 好 我问一下你有上过高级班的请举手 举高没关系 OK好谢谢 那今天都是来上初级班课程 那我问一下 我讲这个听不懂的请举手 北京他听不懂的请举手 OK 那台语听不懂的请举手 都OK 那我就双语了 OK 因为我们现在直播 全世界都在看 那美国的也在看 因为我们的主要的主管单位是谁 美国军事政府 在哪里 美国的五角大厦 相信大家有听过 第一次听到哪里 蔡英文在2011年的时候 他到美国 接受美国智库 还有相关国家安全单位的一个面试 到哪里 五角大厦的会客室 他并没有进去五角大厦 然后 蔡英文当时在 Chinese Taipei的媒体上面 他有一段这样子的一个影片 来我们请小婷点一下 他自己很清楚 先点到不要开 他很清楚 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 他甚至还出了书 但是呢 他在2011年的10月份的时候 面谈面试完之后 回到高雄的劳工中心 他却讲了一句 让美方非常生气 非常震怒的话 什么呢 中华民国不是外来政权 他是台湾政府 惨了 为什么 他就是违反了国际战争法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也就是国际战争法 初级班我们要了解的第一个重点 流亡政府不能就地合法 像现在在印度 在印度 有个西藏流亡政府 在哪里 达兰沙拉 他可不可以在那边建立西藏 一个国家叫做Tubet 可不可以 不行 脚踩印度的土地 不能在那边成家立业 为什么 土地所有权印度的 他只能在那里什么 暂时在那边停留 但是不能建立自己的国家 他如果要建立国家的话 他必须回到西藏 OK 来我们看一下 蔡英文当时在2011年的时候 还没接受美国面谈 所提的一个短片 来 再给我们这个社会 什么样的冲击 他是一个流亡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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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说中华民国 影片到这里就好 大家有没有发现时间很巧合 什么时候 2011年的5月25日 也就是昨天 来我们先介绍一下 这一期初级班的期是 11是初级班 2017年5月26号开课 所以这一期你要记得 你是这一届的 这一期的 各位同心你可以记起来 到时候 如果在六个州 你有机会遇到的话 你很可能会遇到什么 你左右坐在旁边的同心学员 所以怎么讲 因为初级班高级班上完之后 因为每个人根据自己所在的州 意愿 志愿意愿合法到各个州去 所以你会遇到同学的机会比较少 所以你大概记一下 这个影片看过 来我们回到PowerPoint 什么叫台湾民政府 也就是今天 各位 你坐在这里 想要了解的 什么叫台湾民政府 什么叫做台湾民建府 台湾民 可能跟民政党有关系 所以叫做民 政府 不知道是政府还是什么 很多人不知道 各位请你来记得 台湾民政府是经纪 什么成立的 请你记起来 台湾民政府是根据战争法 由美国军事占领区 日本台湾的 占领区的住民 就原先就住在这里 还没战争的时候 已经住在这里的人 所组成的民事政府 Civil Government 根据什么 战争法 战争法是在哪里 国际法的范围里面 待会跟各位讲到 法律的位阶 就是全世界 从自然法则 到万国公法 到国际条约 然后到什么 世界各国的宪法 来 我们讲课的主题叫做 台湾法理 法理台湾 什么叫台湾法理 国际法 也就是万国公法 是全世界要共同遵守 并且什么 去实践 共同的一个国际的法律 什么叫法理台湾 依据国际法理 让台湾国际地位 正常化的台湾民政府 才是什么 法理台湾 那 各位记得 您手上有拿到 报名那时候 发给你的 两本讲义 那是先让你 什么 开门 你要建山的话 你必须什么 把新台湾论带回去 它一共有上下两侧 要好好的独守 里面都是什么 秘书长在2004年 他研究了 很多的文献 国际的法律 战争法 战领法 代理法 包括 国际的条约 有多少呢 比一个人还要高 它累积下来 所有的著作 完全是依照国际法 所以 这里面 是国际法 它不是历史的书 请你要记得 我们所有讲的 都是讲法 没有在讲history 如果有牵涉到历史的 通通是以法理 为基础 我们讲的法理 所牵涉到的年代 也是白纸黑字 有机可循的 而不是像现在 流亡中华民国 它所编造出来的 中国殖民教材 它是为了什么 洗你的脑 所以 现在各位 我问各位一个 简单的问题 你是台湾人的 请举手 你是台湾人的 请牙手 没贏手的中国人 请放下 各位 你现在是不是拿这张 拿这张证件 请举手 谢谢 那没有拿的是 拿纽西兰 澳洲 伊索比亚 赖比瑞亚 南非 来 我再问一下 你拿 这个证件的 请举手 我也有啊 OK 请放下 各位 大家记得 每一个字句 包括在 回答问题的时候 大家想清楚 再回答 各位 您是 陈晓琳吗 不是啊 我们拿到什么 类似 这样的一个证件 各位 你看看 它的证件的抬头 跟里面的内容 能不能证明 你是台湾人 可以的 请举手 不可以的 请举手 不知道的 请举手 好 各位 看清楚 上面写什么 中华民国 什么 国民身份证 我们接受他们的殖民教育 也就是所谓的 国民义务教育 几年 九年 现在延长到十二年 它教你什么 公民与道德 它有提到什么 国民要参与 国家事务 必须具备什么条件 投票 参政 要几岁 二十岁 身份叫什么 公民 各位 中华民国 国民身份证 是不是公民 不是 各位 你怎么拿这个证件 去参加投票 甚至参加 里长的选举 政长的选举 县长的选举 还有议员选举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这个就是台湾一直走不出政治炼狱的最主要的关键 这是我每个人 明明是被占领的人民 结果不愿意承认自己战败的身份 去加入什么 敌人的阵营 然后呢 形成共犯 组织 共犯的架构 想尽办法 欺负 结果谁吃亏 还是我们自己 谁吃香喝辣 外来的政权 这个就是政治炼狱最主要的一个环节在 大家看到 他这里面有没有写到你是台湾人 没有啊 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这个地方 各位 你如果有兴趣 请你看一看 妈妈旁边这里有一排 用科的号码 你摸一摸 这里面 有暗场玄机 相关单位 你如果要申请福利 这里 他就看得到了 所以他会要求你什么 你拿身份证 你如果什么 你是不是他们自己人 还是什么 你是本土台湾人 本土台湾人就没有了 为什么 你是被占领的人 这个土地上 有两种人 哪两种人 各位说说看 想想看 哪两种人 男人跟男人 男人跟女人 正确 但是讲师不是问这个问题 在战争法的架构下 日本台湾 为什么讲日本台湾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日本台湾这片土地上的 日本台湾人 也就是占领区的住民 这片土地上有两种人 哪两种人 占领者跟被占领者 征服者 跟什么 被征服者 各位 台湾民政府是依据战争法 由美国军事占领区的住民 也就是日本台湾人 所组成的台湾民政府 台湾民政府全名了 台湾澎湖列岛 美国民政府 台湾民政府 美国民政务 为什么有美国 也就是刚刚 施语在念的 依据国际法理 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台湾民政府追求什么 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不是追求台湾独立 土地有所有权 支配跟征服者 主要的是谁 美国 那日本天皇 保有台湾所有权的依据在哪里 根据什么 也就是各位 从小到大你有念过 可是呢 并不是很了解 什么 马关条约 但是实际上 它的名字叫什么 下关条约 Simonoseki Treaty Treaty of Simonsaki Simonoseki在哪里 日本的下关 日本的地名 它没有什么马关不马关的 马关是中国人自己取的 清国人自己取的 叫马关 实际上它的名字叫做下关 各位你可以到日本的地图 你去找这个地方 Simonoseki在哪里 下关 它那个大楼 牵的那个楼还在 它曾经遇过空袭或者损害之类的 但是日本政府很用心 把它什么 把它修复了 甚至现场 还是什么 把它恢复成 当时签约时候 那个地方 那个地点 还是保留得很好 OK 这是题外话 台湾澎湖列岛 美国民政府 依据战争法 大家记得 这个banner 大家清楚 刚刚讲到 这个土地上 有两种人 征服者 跟被征服者 那 战争法里面 占领方 跟被占领方 各位从这里 你就可以 有一个基础的概念 代表征服者的 美国总统 的美国国旗 在战争法架构 占领着 美国军事政府 占领台湾的代表旗 代表日本天皇 被征服者 就是日本天皇 的日本国旗 由美国军事政府 的军事占领区 日本台湾 由占领区住民所 组成的台湾平民政府 台湾民事政府 台湾Civil Government 代表旗 清楚哦 要听清楚哦 美国国旗 美国军事政府 占领台湾的代表旗 再来 日本国旗 再来 台湾民政府 代表旗 要听清楚哦 不可以再说国旗哦 这民政有几个国家的国旗 两个 这个是美国 这个呢 日本 要清楚哦 这本国旗 可以去联合国吗 可以吗 来我们看亚评 苹果日报 有帮我们做实践去体验 来 中华民国部早 请联合国参观 苹果日报记者 今天来到了联合国总部 拿着中华民国护照 实际测试看看 到底能不能进去 走 好 我现在在台湾 没有台湾 ID 为什么 为什么 中国 没有台湾 所以他们没有通知 谁说的 他们说的 所以 - 中文寄的 - 中文寄的事我从来听到 - 这就是这一段时间 - 年纪的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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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 但我认为2014年我曾经在 对吗? 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会看到那天的事情 但那是现在的事 我认识多久 可能五年 可能它被判施了 但不被判施了 然后他们被判施了 然后他们被判施了 我认识 我认识 但现在 我现在看到 至少20台湾的判施 我认识没有 你能够购买的东西 你不能够购买的 你不能够购买的 因为有免购买的 你不能够购买的 所以有免购买的 你不能够购买的 你不能够购买的 不 你必须把这些判施 给我一个想法 给你一个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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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能够购买的 你能够购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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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刚刚就是拿着 中华民国护照 是主要建议 但是在门口 就被首位挡下来了 而苹果记者 向联合国求证 秘书长发言人 杜嘉里科回信 表示公民成员 要进入联合国大楼 必须要出示 联合国会员国 政府投发的证件 那影片到这里 有听到吧 这是我所听过 最愚蠢的事情 什么愚蠢的事情 拿着中华民国身份证 国民身份证 拿着中华民国 绿色的护照 是最愚蠢的事情 刚刚一开始 有同心在这边 跟大家 来做初步的 开门建山的一个启示 大家有没有听清楚 听懂了 中华民国 那本所谓的护照 是谁借航空组织的代码 给Chinese Taipei 制造那本绿色的护照 那本护照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晶片 谁啊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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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借那个 国际的航空组织的代码 给Chinese Taipei 所以当时 陈水扁曾经担任 所谓的中华民国的领导人的时候 陈唐山曾经 耻笑 新加坡 像彼此一样大 后来 shut up 不能再讲了 为什么 怕得罪新加坡 新加坡他如果 很生气了 航空代码不给你们用 各位 现在台面上所有的人 能不能出国啊 出境 应该这么讲 能不能出境 没办法 你没有护照 其实那本护照叫什么 旅行证件 不能讲护照 护照什么性质的 国家才能拥有 享有主权的国家 sovereignty 你才可以持有什么 护照 那联合国主要会员国 所谓的中国 是Chinese Taipei吗 刚才讲过 它是一个流亡政府 为什么叫流亡政府 它在1949年4月23日 已经在中国的南京 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解放军 解放了 所有的南京政府的官员 撤逃一空 蒋介石带着官员逃到哪里 重庆 李宗仁呢 跑到成都 后来呢 跑到美国 有没有来台湾就任 中华民国总统 没有 后来的蒋介石 复刑逝世 那是他自己 在讲的 他是不是真正 台湾总统 是不是中华民国总统 不是 他只是 流亡政府的 流亡集团 難民的 领导人 來我們看一下 1949年4月23日 这个影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根据史实 拍的影片 各位你好好了解一下 那我们声音放大一点 那我们声音放大一点 4月20日晚 杜江战役 打响了 杜江战役 杜江战役 打响了 杜江战役 22日 新华社播发了 毛泽东 清笔撰写的电讯 人民解放军 百万大军 从一千余华里的战线上 冲破敌震 横渡长江 二十四小时内 即已渡过三十万人 一江城涌 1949年4月23日 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市区 南京解放了 停一下 各位 中華民國的總統府在哪裡 有沒有看到 總統府 這個地方才能夠叫總統 離開這個地方 成為什麼 流亡的難民 也就是政治難民 英文叫什麼 refugee 跟敘利亞一樣 流亡在他國的國土上 尤其在台灣的首都哪裡 台北市 南京政府總統府 青天白日滿地風 就這樣降下來 丟在地上了 是不是滅亡了 那你現在看到 真的是Republic China嗎 No 叫做China exiled government in Taipei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哪裡 台北市 就是China Taipei 好 影片到這裡就好了 讓大家看清楚 好 我們回到PowerPoint 這本護照是不是主權 享有主權國家的人可以拿的 Passport 護照 是不是啊 不是 甚至有人在這上面貼什麼 貼很多貼紙 我大概跟大家講 這一面呢 實際上是中華民國的海軍軍旗 它的國旗是什麼 代表五族共和 那個才是真正的 中華民國的國旗 看清楚 中華民國護照 進不去聯合國 理由 令人痛心 法理就法理 為什麼要把情緒放進去 亞里斯多德講了 法理是脫離激情的理性 人不要有任何情緒 當情緒來的時候 你就會脫離理性 脫離理性的時候 就很容易做出什麼 違法的事情 所以各位 你今天來上法理的課程 你要記得 你現在開始 你是一個法理的台灣人 頭腦裡面邏輯跟法理 你要成為你生活 跟呼吸一樣 成為你生命的一部分 一切要什麼 依照法理 好 看 聯合國發言人 已經不承認 中華民國的護照 巴基斯坦 阿富汗 不承認台灣 新的護照 各位 上面有寫台灣嗎 有 英文 誰加的 陳水扁 陳水扁 以前人自己加的 所以美國給他一個外號叫什麼 麻煩製造者 trouble maker 這一本護照 已經講不清楚了 光是解釋這一本護照 已經很複雜了 上面還把台灣捲進來 更複雜 本來這一本是什麼 你只要領著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你就可以領這一本旅行的證件 結果呢 把 佔領區的台灣人也 拉進來 變成什麼 更複雜 外面怎麼貼 各位 裡面的文字可不可以去改啊 要把它塗掉 立刻擺寫台灣 然後 Report of Taiwan 可以嗎 這叫偽造文書 你只會讓自己被驅逐出境 遣送回台灣 這種文件千萬記得 貼 貼紙 篡改文字都沒有用 為什麼 這是法律的白紙黑字證明的文件 你只要篡改了 就等於失效 甚至什麼 違法 要等於是犯罪 澳門 有沒有 貼個 金魚 玉山 貼很多東西 有沒有用 各位 簡單的邏輯告訴你 貼紙如果貼上去 貼台灣國 可以改變你的國籍 各位 我不用等你們了 我等一下下課 我就去 什麼 開一間工廠 專門印貼紙 因為什麼 貼紙工廠 機器印製出來的貼紙 比聯合國 比全世界各國 政府 權力還要大 我只要貼紙貼上去 說了就算 你想想看 這有沒有腦筋 沒有 甚至什麼 國際 世界 大家什麼 那叫 很低級的笑話 所以大家記得 大家想清楚 全世界有那麼多的國家 有沒有 英國 發一本 台灣居民 來往英國通行證 有沒有 為什麼有這個 流亡中國人 流亡在日本天皇保有台灣所有權的 台灣 台北市 美國軍事政府的佔領區 台北市 台北市 refugee 當然他回來的時候 他的宗祖國要發一本證件 給什麼 回來的人 給他什麼 身分的一個識別 所以 台胞證 就這麼來的 美國軍事占領區 美國軍事占領區 中華台北 在台執行 殖民的作業 為什麼 現在很多人 每一個人 你都不記得自己 你是什麼人 你的名分 你講你是台灣人 你有沒有辦法證明你的身分 沒有辦法 你剛剛拿的 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 拿著中華民國那一本 綠色的所謂的護照 白紙黑字已經寫得很清楚了 來唸一下這叫什麼 中華民國什麼 護照 哪裡叫台灣護照 這個是沒有人在談 講台灣護照 你看那個警衛講什麼 這是我看過 聽過最愚蠢的事情 明明寫中華民國護照 結果記者講台灣護照 這一張 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 結果是叫什麼 台灣ID 台灣身分證 上面有寫台灣嗎 沒有 所以當然愚蠢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在台北市 中國難民 所有的政黨 組織 要記清楚 效忠什麼 流亡中華民國憲法 流亡中華民國憲法 有180幾條 裡面 沒有一條寫到 中華民國享有 台灣澎湖的主權 這一點要清楚 中華民國憲法 不包含台灣澎湖 那怎麼可以在台灣澎湖 去實施憲法呢 為什麼 因為日本天皇 在1945年4月1日的時候 已經依據萬國公法的SOP 將大日本帝國的憲法 實施在台灣了 也就是什麼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各位 初級班 你除了知道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第二個 占領不得移轉主權 美國軍事占領日本台灣 不得轉移日本天皇 保有台灣的所有權 美國總統雖然握有台灣的佔領權 但是可不可以把 日本天皇 保有台灣所有權的主權 順便把它取代 拿走 交給中華民國呢 不可以 所以這一點要記得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第二個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OK KMT 中國國民黨 流亡中華民國 中國國民黨 流亡中華民國 民主進步黨 流亡中華民國 時代力量 流亡中華民國 台灣獨立聯盟 流亡中華民國 傭兵組織 什麼叫傭兵組織 前幾天 真是這幾天 各位有沒有看到新聞媒體在報什麼 漢光演習 各位有沒有看到清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在飄揚啊 有沒有 沒有 戰車上有沒有 沒有 車輪牌啊 沒有 都吐銷掉了 誰在主導 相信各位你如果細心一點 你可以發現 美國 軍職的人員 可以不用穿便服 可以穿著軍服 直接主導 整個演習 甚至是軍事行動 各位你想想看 在莫拉克風災的時候 美國的海軍的軍官 他架著海鷗直升機 直接到哪裡 災區 是個女飛官 記者當時在拍攝的時候 他還特地比 美國的國旗在背張上 意思是什麼 他飛進來不用經過 流亡中華民國傭兵的同意 直接飛進來 為什麼 因為 美國 依據舊金山和平條約 所以23條A款 它是什麼 主要的佔領全國 所以他進出 不需要經過 流亡中華民國的同意 那什麼叫做軍事佔領 各位 大家想想看 有很多人講說 美國是軍事佔領台灣 我沒有看到美軍啊 各位 什麼叫軍事佔領 在佔領區 美國的軍隊 只要在兩個鐘頭可以抵達 這個就是軍事佔領的 然後什麼呢 所有經過 台灣澎湖 領空 海岸線 各國的 飛行器 船艦 都要經過誰的同意 美國 這個就是軍事佔領 這個就是軍事佔領 你只要進來 他不同意 他什麼 可以把它打下來 這個叫軍事佔領 大家清楚了 了解 最無藥可救的是什麼 做為被奴僕的人 還自以為活在自由當中 政治佔領就是這麼來的 誰講了 德國的作家 戈德 他講的這一句名言 大家想想看 每個人認為說 台灣是民主自由的國家 是嗎 不是 他是軍事佔領區 不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跟台灣 分不清楚 也就是現在當今的 民眾 百姓 沒有辦法 脫離了這個 思想上的束縛 老百姓 台灣跟中華民國 分不開 跟藍藍作為 所以呢 中華民國跟台灣怎麼分開 講師提供 依照法理的解釋 讓大家去了解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不是台灣 台灣 台灣是美國軍事佔領區 不是中華民國 當下就可以什麼 把它分得開 西方的文化 被奴役久了 團體的大力量 讓肆虐者屈服 結果很變態的 狀況在哪裡 美國軍事佔領區 台灣 施暴者 卻因為這一群 受虐的 佔領區住民 弄了這些 斯德格爾摩哲症的症狀 讓施暴者更加的壯大 甚至延續不斷的 政治聯誼一直持續到 今天幾年了 七十多年了 就是這麼來的 什麼叫戰爭法 各位請請記一下 台灣民政府體制內的法理學院 運作台灣地位正常化 基本上是應用戰爭法 跟什麼 與它相關的 請你記得 自然法 萬國公法 戰爭慣例代理法 國際條約 再來什麼 海牙第四公約 日內瓦公約 紅十字總會章承 有關戰爭法的部分 再來什麼 美國最高法院的判例 判例很重要 再來 美國陸軍總署也佔首策 OK 這就是法律位階 自然法 也就是自然法則 人有生老病死 有沒有人可以抵抗 有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抵抗 星球自轉公轉 太陽從東方升起西方落下 天然災害 你沒有辦法避免 也沒有辦法逃脫 這個就是自然法則 相対做的 你有沒有辦法 破壞嗎 沒辦法 它就是這樣定下來 就是這樣自然法則的運轉 OK 再來 萬國公法 由自然法則為基礎 由世界各國共同遵守什麼 萬國公法 國際戰爭法 同樣一個位階 由萬國公法 國際戰爭法 自然法則呢 做基礎 定立的國際條約 像第一次世界大戰 結束之後 所簽立的巴黎合約 再來什麼 日清 甲午戰爭 就是日清戰爭 日本帝國跟清帝國 所打的這場戰爭 打完之後 簽訂的和平條約叫什麼 馬關條約 下關條約 第二次世界大戰 打完之後 由 當時 51個國家 等於是全世界 51個國家 有48個國家 在 美國舊金山 所簽立的 和平條約 叫什麼 舊金山 和平條約 哪三個國家沒有簽 第一個 蘇聯 他就不滿意 不想參加 再來呢 印度 我相信各位你有看國際新聞發現 印度 這幾年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有很多 對立 對抗 因為在當時 就這樣和平條約還沒簽署前 印度就主張 要把台灣澎湖交還給誰 中國 處處要討好中國 結果後來 很不幸的 發生了什麼 中國跟印度的 邊境戰爭 討好沒有用 他也沒有去參加 中華民國 在什麼時候 滅亡 1949年的4月23號 南京政府覆滅 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1949年的10月1日 在北京 天安門 由毛澤東率領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 人民政府 成立 當場 全世界成立 宣告 那取代了什麼 原來的南京政府 所以呢 一個中國原則 當時呢 也說的什麼 模擬兩可 到底是北京呢 還是流亡在台灣的 中華民國 才能代表中國去簽 就這樣和平條約 因為這個因素 因為它已經成為流亡政府了 所以 沒有資格 受邀 那另外什麼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 10月1日 才剛成立 所以它也不能代表 中國去簽 就這樣和平條約 因為它是什麼 新成立的國家 它沒有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 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 發生在什麼時候 1941年的12月8號 所以那個時間點 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沒成立 中華民國呢 在1941年12月8號 那一個時間點 各位 我相信你一定不曉得 實際上的中華民國 是對 美國 英國 宣戰 誰對日本 帝國宣戰 誰對日本天王宣戰 是 在 中國的 四川 重慶 國民黨 政府 真正是誰宣戰 國民黨 政府的主席 林森 而不是 職務是 行政院長的 蔣中正 來宣戰 而且它的時間點 各位 待會給大家看那一張 在現在的台灣省政府裡面 那個進去 怎麼轉 我記得之前 Mu長在這邊講課的時候講 進去之後好像轉 它就立在什麼 錶框 掛在牆上 各位有空你才去 有時間 有機會去台灣省政府 你可以去找這一張 OK 中華民國的代表權 找不到 所以 中華民國就是China 這個代表 沒有去參加 就金山和平條約的簽訂 所以三個國家 就是 五十一分之四十八 參加 就金山和平條約的簽訂 美國英國世界各國的憲法 都要遵守什麼 國際條約 國際戰爭法 萬國公法 也要遵守什麼 自然法則 男人就是男人 女人就是女人 男人跟女人才能衍生下一代 而不是逆天 這個世界潮流 我相信日久就會發生了 像川普 美國總統川普先生 他上任之後 馬上把歐巴馬 當時鼓勵 同志的一些設施 包括一些法案 一個一個排除掉 法國這幾天 有二十萬名的百姓出來 要求要廢除同志 同志不是說我們 要去什麼特別的什麼 為什麼 我們可以去尊重他們的選擇 但是什麼 不要把它變成普及化 可以遵守 尊重他們的選擇 但是不要讓它普及化 甚至什麼 教大家如何變成同志 這個是錯誤的 OK 台灣民政府的主張 以及立場 各位 我們來一起唸一下 我們作為念好嗎 他私語念的是普通話 各位 我們學一個什麼 台語 OK 台灣民政府的 台灣民政府的主張 來作為念 台灣民政府的主張 一 一 以為國際法例 為台灣國際地位政重法 日本天皇保有台灣所有款 美国总统欧邮台湾占领款 美国总统欧接应孙万国共法 实现台湾地位政政法 第二,尊重国政法 包含万国共法 国政政法 旧金山合并教育 台湾美国的立场 它不使用博力、 削武力、 促书各种方法 受留望中华民国 继续在台湾占领 第二,对中国市民政策 留望中华民国政府 推动事务 不合作 也不配合 这就是我念的 这是什么 一般来说 这应该是说 妈妈跟我说的话 不能说台湾 这也是外面来的 我们的家 荷兰 来 叫 鄭成功 跟他干走 不能开桌 结婚的时候 要开桌 你要等上来 不枯 不枯座大尾 是什么传统 八卜族的传统 各位,你的膠颤头 不在 肩膠有筷子吗 有筷子的牙手 你的脚趾头 最尾巴那一根脚趾 你的指甲有分叉的 就是一个大 一个小的 请举手 每个都有 我自己也有 这是什么 我们DNA的特征 那 为什么演变到现在 因为全世界现在 国际地位最复杂的是谁 台湾 很难懂 你如果没有用国际法理来 理解 来了解的话 你很容易混淆 你会搞不清楚 我到底是中国人 还是台湾人 你混不清楚 各位要记得 台湾民政府的主张 是不是自己编的 请看清楚 开中民意的第一条 已经告诉大家了 依据国际法理 来念一下 依据国际法理 台湾民政府的目标 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谁保有台湾所有权 日本天皇 各位 来看到我们的右手边 墙上有摆了两幅图 这是2010年9月8号 台湾民政府在美国举办酒会 由美国的政府 单位 托代表 将这两幅图 交给台湾民政府的代表 交回来是什么 交给谁 交给秘书长 因为美国政府那边代表 有交代 你这两幅 带回台湾 拿给你的秘书长 刚好印证了 秘书长 长久研究下来法律的论述 得到了见证 也就是日本天皇 依据下官条约 保有台湾所有权 美国总统依据旧金山和平条约 保有 握有台湾的占领权 所以这两幅图 在各州的办公室 跟郡的办公室 你可以看到 上面会有印两个字 左边蓝色这幅会印什么 日暑 右边呢 美战 那日暑跟美战 可不可以直接解释说 台湾是属日本的 可不可以 不行 代表你没有上课 你也没有读新台湾论 你对法理也还没有很熟 你要记得 你不熟 你要把台湾民政府主张第一条 好好记清楚 对照那两张图片 右边那一张呢 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 好我们看到这两幅图 当时2010年9月8号 台湾民政府在美国华盛顿DC 与其举办的酒会 当时的总统是谁 欧巴马 欧巴马手上所辅的宣誓 首要辅的那一本是什么 有人讲圣经 有人讲美国宪法 好来喔 有趣的问题问问大家 那一本是美国宪法的请举手 是圣经的请举手 好 谢谢请方亮 那一本就是圣经 跟川普总统就任一样 川普总统 他就职的时候宣誓他多了一本 也就是川普家族的圣经本 所以蛮特别的 那谁拿着圣经给总统 美国总统宣誓就职 也就是总统的太太 这很特别 OK 那为什么美国总统男生 那太太在旁边一个男一个女 也就是在圣经里面 伊甸园上帝所造的人类 是两个都是男人 还是两个都是女人 大家都很清楚 不管你有没有信仰 你一定知道 在伊甸园 是不是上帝创造了谁 亚当跟夏娃 对不对 亚当是男的还是女的 女的还是男的 男的 夏娃呢 女的 一男一女 所以生命是什么 人类才能延续到现在 如果 上帝当时创造的是 亚当 跟 男生的夏娃 会不会有我们 不会 所以你要记得 自然法则就是这样子 一男一女 法理的精神 各位要记得 来 一起念 日本绅士淑女 富于博爱精神 除强服弱 永远依法行事 争恶 犯罪跟邪恶 争恶 贯彻正义 如果您是绅士淑女 就不该诉诸暴力 而是应该在法庭上 证明自己的证词 各位要记得 ków 很厉害 法理台灣人要記得 一切要以法理為重 不要用暴力跟武力 還記得嗎 台灣民政黨的主張跟立場 立場裡面不使用暴力和武力 促使各種方法 用法律法庭 要告誰 誰是主要佔領全國 美國 所以在哪裡告有用 美國的聯邦法院 而不是在台灣的ROC法院 因為什麼 ROC他只不過是 在第二次世界戰爭之後 美國的麥克阿瑟將軍 透過一號命令 指定蔣介石帶著他的軍隊 也就是中國的佔領軍 幫美國做一件事情 也就是什麼 代辦軍事佔領的事物 所以大家知道 就要讓每個公司他出去做業務去做業務 老闆他沒辦法坐人 有很多人客 他必須要派什麼 派業務代表 派業務代表去處理 代表公司處理公司的事物 但是業務代表 代不代表老闆 代不代表老闆 不代表 所以蔣介石他可不可以自己自意亂為 自己想到什麼就亂做 可不可以 不行 所以大家記得 我們在讀法理課程的時候 如果把他放在桌上 他可以把他拿走 不可以 那叫什麼 淘汰 OK 2009年4月7號 美國聯邦高等法院巡迴法官 Brown在案號08-5078 已經得到了五項的結論 這個判決是什麼時候 他什麼時候搞的 在2006年的10月24號 也就是各位 如果有新台灣論上策的話 也就是在前面翻開來第一頁的地方 台灣民政府在美國華盛頓設立代表處的經過 第一句話 2006年10月4日 由台灣平民林志森等228名的本土台灣人 到美國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地方法院 告訴誰 美國政府 代表人是誰 美國總統布希 國務卿萊斯 控告兩個標的 台灣國際地位以什麼 台灣人權保護為訴求 夠了 美國也受理了 在2009年4月7號得到這五項的結論 各位注意聽 來第一 本土台灣人無國籍 第二 本土台灣人無國籍社會承認的政府 第三 本土台灣人仍然處於什麼 政治戀獄當中 第四 台灣仍然在美軍的軍事佔領當中 第五 美國司法單位要求美國的行政單位 應該主動協助原告在台灣民政府的訴求 訴求什麼 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灣所有權 憑什麼 這一張叫做日本天皇的所有權狀 甲方是誰 也就是讓渡方 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 受讓渡的是誰 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 皇帝跟皇帝 皇帝跟皇帝所簽訂的合約 是不是清朝跟日本 NO 清朝跟日本那是什麼 政府 政府跟政府 不能代表國家法人 一個國家的國家法人是誰 也就是人民所效忠的對象 大清帝國 誰是國家法人 皇帝 日本帝國呢 誰是國家法人 日本天皇 有趣來了 我問大家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大日本帝國已經滅亡了 你認為大日本帝國已經滅亡了 請舉手 日本帝國已經沒了 請舉手 請舉手 還在的請舉手 好 謝謝 請放下 各位要記得 日本天皇 存在 大日本帝國就存在 所以大家記得 下官條約第二條 就是馬官條約第二條 第一個 是哪裡 奉天 奉天哪裡 遼東半島 遼東半島在 下官條約 馬官條約什麼時候簽訂 1895年的4月17號簽訂 什麼時候交個 1895年的6月2號 由代表 日本天皇的 台灣總督府第一任首都華山之際 跟代表清帝國 李鴻章的第二個兒子 李金芳 在哪裡 基隆外海 有一艘船叫什麼 橫濱丸 交割了30多個 台灣附近周邊的群島 一共有30多個島 然後一個一個交接 來 我們看到當時 日本帝國派出誰 伊藤博文 還有誰 陸奧宗光 整個簽訂之後 這個奉天的部分 因為它是清帝國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什麼 後來在1895年簽訂之後 後來明治天皇頒布了詔書 就是把奉天這個地方 遼東半島割還給誰 清帝國的皇帝 也就是遼南返還的條約 在哪裡簽訂 在清帝國的北京 OK 再來 台灣全島跟所有附屬島嶼 在哪裡 澎湖列島 也就是什麼 台灣澎湖列島 有沒有看到 台灣澎湖列島 OK 那有思考期 多久 兩年 你可以選擇留下來 當日本 當日本人 要不然什麼 把這裡田跟地賣掉 回去清帝國當什麼 清國人 兩年的思考期 這是國際法的部分 好 日本天皇建立了完整的台灣的主權 主權的英文是什麼 Sovity 各位想到 我們以前讀書讀舊金章和平條會的時候 記得有讀到 日本放棄台灣是舊金章和平條會第二條B款 是不是這樣子 不是 舊金章和平條會第二條的B款 原文內容才是真正的意思 日本 日本是哪個日本 也就是戰後的 由人民所組成的政府 日本政府 放棄什麼 對台灣的管轄權 而不是原來的帝國政府 因為帝國政府是什麼 已經瓦解了 那 就這樣和平條第一條B款 把日本天皇管理國家大政的權力 把它什麼 Suspend 就是Limbo 把它懸置起來了 那這管理國家大政的事物要交給誰 交給由人民所組成的政府 所以我們看到 當時日本帝國的北海道 本州四國九州 組成的日本政府 是不是原來的帝國政府 不是 戰後的是交給由人民所組成的政府 那韓國呢 韓國你看就分成兩邊 38度 維度38度 北部呢 朝鮮 南部呢 韓國 都是由人民所組成的政府 那大日本帝國的範圍 當時是 北海道本州四國九州 這上面有北方四島 北方四島誰佔領了 蘇聯 也就現在俄羅斯佔領 然後北海道本州四國九州 由美國親自佔領 那朝鮮呢 朝鮮呢 由韓國 他們自己 一樣 然後獨島呢 獨島是由韓國佔領 就是李兵博登島的那個島 大日本帝國的土地 他由韓國佔領 那 沃克娜呢 沃克娜是誰佔領 交由聯合國 後來是左騰龍座跟美國總統尼克森 簽訂了 那聯合國就交給誰 交給 成立 後來就是戰後成立的日本政府 由他什麼 委託管理沃克娜 台灣呢 交給蔣介石 包括什麼 台灣澎湖不知道哪裡 南海 就是新南群島 但是軍事佔領有沒有把日本天皇保有所有權的大日本帝國的範圍交給這些所有權交給他們 有沒有 沒有 只是什麼 軍事佔領 那軍事佔領有沒有期限 有沒有期限 沒有限定 什麼時候才會結束 就是美國的國會決定 然後由美國總統宣布結束軍事佔領 但是各位你想想看 美國總統有沒有宣布對日本帝國佔領的結束 有沒有 沒有 所以你看 有時候新聞你會看到韓國 那個薩德飛彈部署 直接美國就進去了 南韓人民抗議有沒有用 沒有用 因為整個朝鮮半島也好 韓國的部分 日本 沖繩包括台灣 澎湖 新南群島 美國都可以直接接入 因為什麼 它在受到就近江和平條約的保障 因為它是主要佔領全國 它可以什麼 在第一時間依據佔領義務跟佔領權利 去什麼 直接保護 佔領區 人民的安全跟財產的保障 為什麼 遵守國際戰爭法 所以只要記得 高砂族 當時1895年下關條約的時候 日本天皇是拿到台灣的所有權 但是當時台灣並不是完整的 為什麼 因為大清帝國當時擁有的是台灣西部六個屯墾區 不包括中央山脈以東的土地 所以這個留下來的爛攤子誰來收 日本天皇來收 所以1905年那一年 日本帝國開了一個國際會議 邀請了美國的代表來參加 他就說 因為下關台灣那時候簽訂的時候 有一個奉天遼東半島的問題 那帝國這邊也是擔心說 會不會同樣的問題發生在台灣 所以美國的代表他說 台灣中央山脈以東的地方 它不是國家 它是什麼部落 你可以透過戰爭的方式 把它征服了 然後納入管轄 所以1905年到1915年 花了10年征服 大家想想看日本的軍隊武力是不是很強 怎麼花10年 因為日本天皇他愛民 他不想讓這土地上的人被他全部滅掉 所以高壓跟懷柔一起來落實 所以把甚至什麼 把日本天皇的皇族 嫁給誰 高壓族 通婚 所以高壓族他有什麼 他有日本天皇皇族的血統 OK 等於是貴族 1915年的時候完整建立了台灣主權的架構 這個是萬國公法的 假如我就先拿到 然後什麼 完全的納入管轄 然後實行萬國公法的SOP 在1937年 透過教育 因為這土地上的人征服之後 聽得懂日本話嗎 會不會寫日文 看得懂日文嗎 看不懂 看不懂 看不懂要怎麼樣 透過教育 讓他看得懂日文 聽得懂日本話 然後什麼 才可以遵守法律 實行政策 所以皇民化就是教育 就讓我們從小讀什麼 去學校讀書 是不是慢慢就聽得懂講話 文字也看得懂 這個就是教育 皇民化它就是教育的運動 日本天皇在1937年4月1號 4月1號在日本帝國是很重要的日子 它是什麼 它是新的會計年度的年度日 一般是7月1日 現在日本它的新的會計日是4月1日 再來什麼 新的學期的開始的時間也是什麼 4月1號 OK 再來什麼 新的公司成立日 還有什麼 公司合併日 員工就職日 都是選在哪裡 4月1日 所以4月1日在日本帝國來講是什麼 是很慎重的日子 那愚人節是哪個國家的節日 法國人的節日 除非你是法國人你是Francis 要不然我們根本沒有什麼立場去過什麼愚人節 就像潑水節是哪個國家的節日 泰國人你是泰國人嗎 不是啊 你可以去參加參一角去跟他們同樂 可是那是不是你國家的節日 不是啊 所以要清楚就是愚人節不是我們的 那是什麼 法國人的節日 潑水節 台國人的節日 4月1日呢 日本天皇保有台灣所有權重要的日子 新的政策的實行 4月1日 OK 包括秘書長跟夫人結婚的日子 什麼時候 各位請你記下來 課程的額外補充 2013年的4月1日 你可以寫下來 各位新台灣論下策 我看一下 對 他有一本 我記得那個封底 就是剛好結婚週年 秘書長獻花 一起合照 那個蠻好的 OK 就是4月1號 1號 1945年的4月1日 日本天皇就是昭和天皇陛下 在昭和20年的4月1日 頒布行憲詔書 把大日本帝國的憲法實施在哪裡 台灣 有沒有看到 白紙黑字寫台灣 這是在上課 黃明晃 1922年2月6號 華盛頓海軍的條約 裡面有五大強國 各位誰第一強 日本帝國 日本帝國 它原來是農業的社會型態的國家 因為它實施什麼 明治維新 明治維新是什麼活動 歐化 因為歐化是開始走蒸汽機 機械 比較取代人力 比較快 快速進展變成什麼 近代化的國家 很快 第一次世界大戰成為戰勝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它有能力什麼 可以要向美國宣戰 為什麼跟美國宣戰 因為 日本 長期的被什麼 殖民跟壓制 石油的禁運措施 讓整個日本帝國 經濟蕭條 所以東台灣的經濟什麼 宣戰 國際法裡面有規定 為了保護 基於保護的原因 宣戰是合法的 所以東京的判決來講 其實是給日本帝國很不公平的一個判決 因為麥克拉特在1953年 51年的5月3號 在美國高等法院的 軍事合作外交委員會裡面的 聽證會裡面證實了一點 大日本帝國沒有任何過錯 它是什麼 是美國誤解的 因為什麼 美國他受到南京大屠殺 假的世界的影響 誤解了大日本帝國 他在中國違和的任務 因為蔣介石他的集團 就透過衛造南京事件 所以什麼 讓日本帝國在 中國的違和任務受到阻撓 大家想想看 美國現在在阿富汗 在伊拉克 違和任務有沒有被報道說 美國侵略阿富汗 美國侵略伊拉克 有沒有 沒有 所以在第一次的大戰 你想想看 第一強國的日本帝國 是不是成為國際聯盟 繼承的違和部隊 對不對 就是日本帝國 所以他在執行 國際聯盟的任務 OK 我們看到這個 大清國 福建 泉州 廈門 這是海關的意思 你看 發給誰 劉青柏 他是什麼 什麼種族 道卡斯族 Takos在哪裡 新竹 新竹州 大家的一艘船叫什麼 福爾摩沙號 在哪裡 日本帝國的台灣 哪裡 吞宵 吞宵在哪裡 苗栗的通宵 所以那時候叫吞宵 你看有名字 柱子 眼睛的顏色 這個就是什麼 護照 年號寫什麼 光緒 天字第幾號 有沒有 這是什麼 護照 清帝國護照長這個樣子 這是什麼 滿洲國 1932年3月1號 滿洲國 當時全世界51個國家 有23個邦交國 確實是 一個國家 這個就是行憲照書 趙和20年4月1號 當時1945年9月2號 代表日本帝國簽訂 投降書 降符文書是誰 外務大臣兼大東亞大臣誰 崇光愧 那簽 就是這樣和平條約 各位 這個是趙和20年的時候 吉田茂是軍需大臣 但是簽就經商和平條約是什麼時候 這個1945年 就經商和平條約簽訂的日期是1951年的9月8號 簽就經商和平條約 當時是什麼 已經是戰後了 這是戰爭前 1945年4月1號 在1945年的8月15號 日本天皇 對東亞大臣 同盟軍 統盟軍 也就是美國總統 宣布投降 所以 四個月後 那 憲法實施之後 算不算數 當然算數 就這樣 男生跟女生結婚了 可不可以說 老公出去後悔了 我跟太太结婚 结婚证书都出来了 然后出去外面跟人家讲 我跟太太结婚不算数 可不可以 不行啦 白子黑字都出来了 结婚证书 形献造书 也就是白子黑字的形献证明文书 就代表什么 台湾澎湖已经称为什么 日本帝国 日本天皇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所以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第一个是下关条约 再来呢 新鲜造书 因为这是什么 万国公法最主要的重点在这里 已经完成了万国公法的SOP了 台湾有没有参加战争 台湾有参加战争吗 有的请举手 没有的请举手 台湾有参加战争 有的丫手 有吗 没有的丫手 不知道怎么丫手 用手丫得好 不要用嘴 来我再问一次 台湾有参加战争吗 有的丫手 没有的丫手 不知道丫手 没有丫手 手算了 好 OK 台湾有参加战争 大家讨计的丫手 不要占領全國 也就是唯一透過武力的手段 征服日本天皇的國家是誰 美國 所以是美國轟炸台灣 中華民國有沒有 有喔 陳納德 各位我問一下 陳納德是哪一個國家的人 美國人 陳納德是美國人 他開著飛機上面雖然漆了青天白日 可是他的身份是什麼人 美國人 所以要記得 海牙國際法院針對南海問題仲裁書 已經把蔡英文現在領導的這個ROC 叫做什麼 來自中國的台灣當局 台灣 President of the Taiwan Authority of China China是哪裡 中國 中國 政策名稱應該叫支那 China是不是叫支那 支那 China 除非他名字叫什麼 中國 那我就直接翻中國 OK 中華民國的墓碑有沒有看到 出生在1912年 死亡什麼時候 1949年 出生地在哪裡 南京 有沒有看過 上屍 上屍列車有沒有 中華民國現在就這個狀態 從 棺材 墳墓裡 堆裡面爬出來 會不會嚇人 你看那麼多國家還在跟殭屍玩 有人跟殭屍玩嗎 跟殭屍玩要不要 有沒有人在玩屍體 有啊 那麼多國家還在玩屍體 為什麼 為了錢 金錢外交 跟已經死掉的中華民國 殭屍國 跟他交往 那麼多 你看 聖多美 普林西比 已經斷了 跟誰斷交啊 跟台灣斷交 對著請舉手 不對著請舉手 跟中華民國斷交 對著請舉手 不對著請舉手 各位 跟中華民國斷交 而且是流亡中華民國斷交 斯瓦濟蘭 布吉納法索 瓜地馬拉 尼加拉瓜 貝里斯多米尼加 薩爾瓦多 海地洪都拉斯 巴拉馬 巴拉龜 他叫什麼 聖文森 吉里巴斯 馬薩爾群島 柏流 所羅門 圖阿魯 目前還有21個 那當然 一直在減少 為什麼 大家已經清楚了解到 真正代表台灣的政府 不是ROC 而是誰 台灣民政府 看 這上面 依據國際戰爭法 佔領地維持和平 一段時間後 佔領者必然要離開 台灣是美國佔領的天皇的土地 看到這裡 台灣 1945到1952 這兩個時間點是誰的 Japan 誰佔領 美國 跟他誰 代辦國 ROC 被佔領方 跟佔領方 Korea 還有韓國 美國跟誰 北韓 北韓就是蘇聯 南韓是誰 美國 看到沒有 佔領方 那被佔領是誰 朝鮮 朝鮮半島有兩個國家佔領 日本 帝國 有分成兩個部分 Japan跟台灣 OK 所謂的ROC的邦交國 是用錢買來的假邦交 改天沒有錢了 就跟你斷交 如果不是看到那些錢跟黃金 誰要跟屍體玩 沒有人要跟屍體玩 人死去 出來 狂死 你自己玩 又自己做麻糬的 跟他成為好朋友 這個是中華民國 試試看 什麼人會和屍體玩 那麼多 那小朋友會怎麼講 好變態 OK 107年底 什麼時候 2018年 全數退伍離營 這已經發佈了 OK 各位 今年是什麼時候 民國107年嗎 NO 中華民國什麼時候 沒了 民國38年 1949年 還可以自己延續到107年 那不是在過明淡嗎 一個人今天死掉還在過生日 那是不是叫明淡 2018年 那這是什麼 ROC的傭兵 就是美國養的 來 這次比較小 大家看到重點 對台灣澎湖主權權利 是現在的 由人民所組成的日本政府 只是放棄對台灣澎湖的主權權利 也就是管轄權 日本天皇呢 仍然保有台灣的所有權 舊金山和平條約26條已經說了 任何現在的日本政府 跟個別的國家所簽訂的和平條約 也就是台北條約 內容範圍均不得超越 舊金山和平條約的內容 所以台灣澎湖有沒有交給中華民國 沒有 因為 中日 台北條約 也因為日本政府承認一個中國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台北條約就沒有用了 來 有沒有看過烏龍派出手 很輕鬆的話題 有沒有看過 這誰 阿良 各位 烏龍派出手這個看棒 這個牧科上面 有出現了很多荒唐的字眼 哪些 殖民當局 第一個 軍事佔領侵犯佔領地所有權的主權 第二個 善自篡改軍事佔領地原用的年號 這年是什麼時候 平成29年 為什麼 日本天皇 保有台灣所有權 這個土地上的 居住的人 他使用的年號 本來就是要用平成29年 而不是民國106年 你只是一個流亡政府 你的民國106年 你只能偷偷在台北市自己紀錄 可不可以公開講 不行 很重要一點喔 再來 計算 計算時間 含糊不清 彰顯了 支那 阿Q 精神的 特質 你看他上面寫什麼 成立至今以百余年 幾年都沒有寫啊 百余年 到底是幾年 他寫什麼 烏龍派出所於民國前14年設置 民國前14年是什麼時候 大清帝國還在的時候耶 光緒皇帝還在的時候耶 台灣是誰的 台灣是誰的 已經是日本帝國的 怎麼還在用民國前 民國80年 民國38年已經死了 你還有民國80年 改名為新龍派出所 那是什麼 在房間裡面你也可以穿龍袍 所以改名就是改名的事情 原來他就叫烏龍派出所 他自己改了 自我感覺良好 把派出所原本的名字改為 他自己高興的名字 剛剛好提大家 你要查證的話打165 關心你啊 是不是詐騙 ROC本身就是詐騙集團 他不是國家 這些掌政的所謂政治台灣 我們是法體台灣 政治台灣台面上這些所有政黨 包括流亡集團的領導人 一再的欺騙美國軍事佔領區的 本土台灣人一直騙他們 中華民國是台灣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NO 剛剛講是一開始跟大家講的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在哪裡 台北市 台灣是美國軍事佔領區 不是中華民國 分清楚 就像印度 是不是達到西藏流亡政府 不行啊 西藏流亡政府可不可以代表 印度 因為他住在印度啊 所以他代表印度 可以嗎 一樣 中華民國 如果流亡政府在台北市 他不能代表台灣 所以他走不出去 因為他是流亡政府 真正主要 主管台灣 這個軍事佔領地 佔領區是誰 美國 所以 流亡中華民國 可不可以代表台灣政府 不行 這也就是2012年 為什麼 馬英九先生擔任領導人 而蔡英文小姐 落選 為什麼 觀念錯誤 每一屆的 流亡中華民國 他的領導人 都會收到誰 美國總統的賀電 蔡英文有沒有 大家想想看 有沒有 沒有 沒有 他沒有收到賀電 美國總統沒有賀電 沒有 陳水扁先生當時 他在 就任的時候 就任 流亡中華民國的領導人時候 楊舒立 他從口袋裡面拿出來 當場唸了四步一沒有 給陳水扁先生了解 陳水扁先生他擔任領導人 跟楊舒立要拿那張紙 他說不可以 我唸給你聽 你記好 然後折一折放回去 然後回去 各位 台灣可不可以獨立 可以 不可以 台灣國 可以嗎 不可以 為什麼 日本天皇保有台灣所有款 美國總統保有台灣 佔領款 佔領美國 他是主要佔領款國 美國總統是國家的國家法人 也是國家的代表 你可不可以挑戰佔領者 佔領者 佔領者的意志 代表法律 佔領者他尊重什麼 所有權責 所以美國總統 歐巴馬當時就任的時候 他去黃居 去什麼 看 日本天皇 當時什麼 握手 然後還 90度的鞠躬 那是國際禮儀 正確什麼 烏龍派出所呢 正確的板子要寫什麼 烏龍派出所於明治 31年設置 也就是1898年設置的 平成3年7月1日改名新農派出所 成立至今已119年 底下他寫什麼 平成29年修正 為什麼 他原來寫錯的 哪裡來的民國前14年 哪裡來的民國80年 百余年 人要做事情要扎實 幾年要算出來 不要寫百余年 含糊不清 正確是要這樣子寫 台灣產咖啡 大家看清楚 咖啡 那時候寫什麼 玉製編 有沒有 咖啡 有沒有 大日本 這國家 原來我們的國籍是什麼 大日本帝國的國籍 不是現在日本 大家記得為什麼 因為 大日本帝國憲法實施在台灣 我們在大日本帝國的架構內 現在日本呢 是戰後的和平憲法 就是麥克拉策主導的 修改日本帝國憲法的第四條 跟第九條 變成現在日本政府的和平憲法 憲法架構不一樣 所以我們的國籍是什麼 Emperor of Japan 大日本帝國台灣 哪裡 華連港廳 就是以蘭州 我問一下 你為宜蘭州來的牙籍 宜蘭州 阿伯你不是宜蘭州 高雄州 高雄州 OK 學生和媳婦都住宜蘭嗎 對啊 OK 端午節是屈原嗎 No 看清楚 看清楚 端午節是平埔族 嘎馬蘭族的進度 渡船 兩條船在比賽 八丁 昭和十年六月六號的報紙 有沒有看到 看到這裡 嘎馬蘭族的進度 目前已知到線索 就是 嘎馬蘭族的 俄龍河的進度 兩百年前 甲馬蘭的齊武蘭跟周子偉 就是 現在宜蘭郊西的平埔族的人 為了驅鬼避邪 平息 俄龍河裡面的鬼魂 所以演變成 在俄龍河划船進度時 祭拜神祈祈福的習俗 是傳之風格 所謂的漢藩文化 龍舟 不一樣 祭司對象是誰 老大公、老大媽 原本也不是端午 而是 明帝國跟清帝國的外國人 藩人、殖民開墾後 才逐漸轉變成 與端午節慶的結合 白寶本來就有進度 再來 明、正成功、清帝國 這些外國人 來台灣殖民開墾 把進度的 甲馬蘭的進度的這個習俗 跟他們所謂的五月祭 結合 變成屈原也加進去 各位你知道嗎 吳鳳 在嘉義那個吳鳳 是假的 你知道嗎 包青天也是假的 屈原那個呢 也是假的 不要把 楚國的 屈原 拿來台灣的平埔族來用 笑掉大雅 張飛跟岳飛一起打仗 可以嗎 光想這樣就很好笑 這個是支那教育 非常失敗的地方 二龍河進度的特色 沒有裁判 輸贏完原由選手跟觀眾自由判定 延續到什麼時候 昭和十年 每日觀眾千餘人 兩莊的戶口 準備生物 在港頭 開始發 入夜後請客演戲八台 非常老月 非常老月 很老月 你看那時候寫的也是寫的 老月 有沒有 也是這樣報導 看這些寫什麼 台灣銀行券 那時候日本帝國的國幣 我是日本台灣人 我不使用日治時期 外國統治者才會使用日治時期 為什麼 你在講使用詞句的時候請你要記得 你在講的陳述敘述的內容 要很小心 尤其你是法理台灣人 你講的內容代表你的名分 代表你的法理身分 你講日治時期的時候 請問 日本天皇跟日本帝國跟日本天皇的臣民 是不是跟你完全沒有關係的情況之下 你才會講日治時期 對不對 對 所以應該怎麼講 這是大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使用的台灣銀行券 我們自己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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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 流亡中華民國的護政事務所會講什麼 日據 藤本 誰在日據啊 老天啊 日本天皇沒有偷拿台灣 有沒有偷拿 偷拿叫日據 竊據 日本竊據台灣 有嗎 有竊據嗎 白紫西日銀寫得很清楚 大清帝國 大皇帝陛下 與大日本帝國 大皇帝陛下 為和平而定立 馬關條約 下關條約 已經很清楚啊 和平條約已經寫了 和平條約可不可以不要簽 可以啊 你不要簽和平條約會發生什麼事情 繼續戰爭 打到國家滅亡為止 所以打仗之後 戰爭之後一定要簽和平條約 OK 從使用的詞句了解到 你的法理觀念是否導正 所以 當你看到 中國人 支那人在寫 日治時期 台灣銀行券的時候 請你記得 你要先考量清楚你的身份 你是日本天皇的臣民 你應該要寫 大日本帝國台灣流通的國幣 而不是寫日治時期 所以要清楚 你在FBI在網路上 你在陳述文字內容的時候 要很小心很用心很謹慎的 下筆打上這些字 不要隨便打 人家打日治時代 然後你就複製貼上 那你就是笨蛋 沒有用腦筋在思考 你沒有邏輯觀念 腦袋裡面還有毒 還有毒 因為我們七十多年 我們七十多年來 腦筋裡面那個毒蘋果理論 一直存在 要記得要把它取除掉 就像這樣子 有沒有 這是什麼 觀渡音 在旁邊那邊敲鼓 來到幾點 來到第三點 你有看到你的穿人嗎 穿什麼衣服 一樣 現在不是一大堆這個 平板那個什麼 手機 掛那個什麼 眼罩 一樣啊 都是被催眠的 跟現實的世界有沒有一樣 脫軌啊 來看到這裡 1941年的12月9號 國民政府主席是誰 誰 林生 蔣中正是什麼職務 念出來 行政院院長 全世界 全世界有沒有行政院長 比主席總統還大的 有沒有 就蔣中正最厲害 當行政院長就可以 越拳 比林生還大 向日本宣戰 而且它上面有沒有寫幾點幾分 政監化戰爭法裡面宣戰 你要寫幾年幾月幾日幾點 向誰宣戰 而不是寫這個 基本上這個沒有什麼用 而且它是國民黨政府 它不是南京政府 中華民國真正的政府是誰 汪金衛 汪兆明的南京政府 這是誰 認識他的請舉手 不認識的請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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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我問一下 認識他的請舉手 不認識的舉手 OK 他是誰 杜魯門 他句話 杜魯門跟蔣介石本來是合作 但是後來關係破裂成為敵人 二次大戰結束之後 美國跟蘇聯開始冷戰 對付蘇聯 美國支持中國國民黨提供了大量資金 本來是拿那麼多錢要給誰 給蔣介石打贏共產黨 國共內戰 但是呢 中國國民黨一直沒有成功 結果美國人後來透過CIA的調查 發現中國國民黨把美國給的資金 都怎麼樣 貪污了 所以杜魯門留下一句非常有名的名言 蔣家 一家都是賊 全部都是 從杜魯門非常肯切 殷切的眼神告訴大家 你要記得 只要中國殖民政權在台灣的一天 政治戀獄跟貪污永遠不會停止 你永遠活在苦難的世界裡面 你如果跟敵人狼狽為奸一起貪污台灣 在老天爺上帝的見證之下 你會受到報應 而且會受到什麼報應 法律的報應 注意看喔 這是捏造的 南京大屠殺的照片 怎麼捏造 從這裡就可以看出端尼了 同樣一張照片 同樣的鏡頭 他把旁邊 兩個軍官 透過拍照洗照片的技巧把它洗掉 變成這樣子 創造出 蔣介石是孫文的傳承 注意看 以門框為長框 參考點進行套圖 蔣介石臉部肩部完全吻合 孫中山臉部肩部完全吻合 孫中山右手擺放位置完全吻合 孫中山左手擺置完全吻合 雙腳擺放位置全部都吻合 這兩個人跑去哪裡 把他洗掉了 中國國民黨的洗照片技巧已經到這個程度了 請問 南京大屠殺 會不會透過相片的技巧把它捏造出來 會 它是發生在通州的事件 這是中國國民黨的軍隊 大量的屠殺 日本的僑胞 找誰下手 找婦女 找老弱婦孺 全部下手 然後呢 穿上日本軍隊的服裝 假裝他是日本人 但是技術很差 不會穿日本的軍服 不會帶鋼盔 所以留下很多破綻的相片 讓現代的劍士人員 當場戳破 南京大屠殺是假的 有個調查報告叫什麼 南京事件調查報告 所以各位你可以上網去把這個事件找出來 南京事件調查報告 我們臺灣民政府的網站 裡面也有南京事件調查報告的一個文章 大家有空去看一下 看 全部改得很嚴重 這個是假的 不要再相信包青天了 宋帝國有完整的專職法官 檢審就是檢察官跟審查分離的體系 還有上述制度 可以說是宋帝國的司法的黃金時期 他的時代裡面偵查起訴審理 可以包青天一個人包辦嗎 當然是不行 你想想看 一個兼任檢察官 法官 刑刑的人 都是由包青天一個人包辦 你會相信他嗎 無疑他是蔣介石 所以現在臺灣有蔣介石的神廟 神傳 造神運動 大家記得 這造神運動 沒有什麼意義 支那本來就叫支那 China 它不會寫漢人 只有日本稱中國是支那 所以這個漢人 是後來中國國民黨的軍隊行政人員來這裡 透過日本帝國的台灣總督府留下來的表格 去打的文件 這個是假的 已經被吐槽了 沒有漢人 沒有漢人 這誰寫的 孫文 誰給誰 大日本帝國的首相伯爵 你看寫 他自己講什麼 自己的國家是什麼 知道嗎 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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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原五百萬人 假的 台北市政府刪除史料 你看這個碑也知道 這一定是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留下來的紀念碑 他把碑文去掉 看原先 日本帝國的建築物在外面加了這個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笑死人 那原來原貌 你給他改裝 聯合國最近已經決議了 你改變 原來 占領地 占領區的 古蹟文物 嗜同 觸犯 戰爭罪 是罪狀 像這個也是 碧潭橋 你看 民國二十五年 一看也知道 挖掉 再補 碧潭橋 你看這裡 日本的神社 給他改 當時的外勞 支那人多少 總人口的百分之一 平埔多少人 就是土人 升番就是高砂 東京日子新聞 大正四年戶籍藤本標註福廣 就是平埔族的用語 像這樣各位 你如果講英文 你是英國人嗎 不是啊 那講福建話你是福建人嗎 不是啊 你這樣去澄清你的觀念就對了 你這樣去澄清你的觀念就對了 來 黑秘媽祖 你在拜上 聖母瑪利亞 就是 黑秘媽祖 這是誰啊 連鎮東 連鎮東隨著 國民黨政府 來到台灣 流亡到台灣來了 雙手空空 結果現在連戰變成世界富豪的排行榜 錢從哪裡來 大家想想看 從這裡來的 昭和33年 報導內容 你看 日據遺跡 英語肅清 觸犯戰爭罪 我們看到那個 台灣民政府 5月25號的新聞公告 在這裡跟各位同心學員 講到這個 這次新聞公告 台灣民政府在6月4號 要舉辦一個活動 各位知道嗎 來我們看一下 台灣民政府將在6月4號 在台北州 凱達 格蘭大道 舉辦什麼 快樂法理 變革 大遊行 什麼叫變革 Change 我們不是Revolution 不是叫革命 因為西方國家認為像法國大革命這樣 是很暴力很武力的 大家記得 台灣民政府的立場 不使用暴力或武力 所以我們 這一次遊行是什麼 快樂 快樂法理 變革大遊行 OK 主題是什麼 中華民國在1946年1月12號 將本土台灣人國籍非法 變更成中國人 已經在2017年30號 美國的高等法院也已經證實確定 本土台灣人要求按照國際法 強烈要求給予賠償 並將於6月28日 向美國最高法院訴請 確定判決 並正式給本土台灣人金錢的賠償 本次參加遊行的隊伍包括 黑熊部隊 黑熊部隊 台北州 新竹州 宜蘭州 台中州 台南州 和高雄州 總人數將達到6000人 另外呢 今年在意大利跟德國舉行的G20和G7 已經同意在他這個G7跟G20的期刊裡面 要以大篇幅的來介紹台灣民政府給國際上所有的國家來認識 大家稍微看一下 OK 好 我們點到這裡 各位那個上課影片 在哪裡看得到 來我們看後面 這裡 欸 看一下 這個吧 你可以搜尋台灣民政府影片在YouTube這裡 然後呢 點這個 台灣民政府影片 直播在這裡 你可以按訂閱 所以 有直播的時候 他會透過手機通知你 來點這個影片 我們可以看到每一期的初級班 跟高級班的影片內容 這是美國在哪裡 美國 在 OK 好 往上移 這個是有沒有 平成29年 這是上週 高級班的 上課內容 來我們點開來 我們可以看到第一堂 第二堂 第三堂 來繼續 往上移 到第九堂 每一堂課都有影片 所以你要不要拍照 要不要錄影 不用 你還可以看到高興 影片不會攪帶 來 來我們往上 這裡 看一下 這是什麼內容 OK 來這裡 再來 來 這個是 美國的副國務卿佐利克 他已經講了2016年5月10號 獨立 代表戰爭 Independence meets war 已經清楚地表達美國的 主要佔領全國立場 在日本天皇保有台灣所有權的台灣 任何人不可以把它佔為己有 流氓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中華民國流氓政府不得以台灣的名義 把台灣佔為己有 甚至是就地合法 所以台灣獨立的運動注定要失敗 而且什麼 可能會受到美國的制裁 而且是很嚴厲的制裁 好 今天課程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